換我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把鹽巴加進去 請問鹽巴加進去了嗎 加了 那這一團是什麼 我剛剛加了什麼 請回放 把鹽巴加進去 我剛剛到了一個節目 大家好 我們是QMAKER烘焙工作室 歡迎來到學習甜點室 我是造型甜點室 小Q 我是美感道師 QB 大家好 我是小師妹Q甲 今天我要帶給大家的是 舞龍舞獅的造型水餃 好 浪塞 好 現在介紹我們的材料喔 我們 還美還美 我們今天要做造型水餃 剛剛有介紹到嗎 有啊 你還浪塞還記得嗎 浪塞啊 今天的材料很簡單 是水餃皮的材料 然後我們拿材料 因為所有的粉類啊 記得都一定要過篩喔 以後我們就加鹽 好 加鹽請 然後加完鹽之後啊 稍微先用廚師機 等一下 我們的廚師機是勾狀喔 像虎科船長這樣 把他補給我 對 要勾狀喔 小心 不可以對小朋友做這種動作喔 不可以對我做的 那是老朋友 他不是小朋友 可是 老朋友而已啊 大朋友 勾狀是在 打麵團 對 稍微先把它呢 跟鹽巴打均勻 混合 對 然後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會加入我們的水 按照我的客數下去做 因為一旦水加太多的話 它可能就會變得濕濕的 你的麵團就不Q彈 然後水的部分呢 我們分次下 我們先下一半 下一半 下一半 然後先打 我們要打到看不到 中粉就OK囉 因為它不會成團 正常的 它不會成團 我們必須靠我們的手 去把它束成一團 老師 我知道我知道 因為它就是 你知道太菜了 因為老師的意思是說 這個水分太強 所以它沒有辦法 很輕團 老師是這個意思嗎 真的很棒 好 我們再下一半 我很乖喔 我們都是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全部加碗了嗎 對 對 跟兩次 這位同水 你多疑 那我為什麼不能夠一次加碗 因為我們要讓我們的麵粉 慢慢吸收我們的水分 你這樣子一下子太多了 沒關係 沒關係 等一下看你怎樣 真的好過分 打到看不到乾粉喔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那種 細細的粉 看不到就有需要 沒有嗎 我們那個不需要除濕機 是不需要刮乾 對 沒有錯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 3D混合 腳打技術 沒有錯喔 它是像這樣子 圍繞著我們的 鍋的旁邊的喔 老師我心事物很棒 你真的太優秀了 好 然後同學 我們的麵團啊 打字看不見乾粉 我們就可以把它停下來 老師老師 我想吃雞肉飯 對 它會有一點像雞肉絲的那種狀態 這是正常的喔 然後我們的桌子啊 銅水就是把它擦乾淨 然後我們撒一些高粉 撒一些熟粉 因為我們還要在上面 兩麵團 這是我要自己用的 下下來而已 你用兩個我也要自己用 有了啦 夠了啦 為了讓大家都有參與感 所以一人一兔齁 還換我了咧 我要自己撒 沒了啦 好了啦 夠了啦 沒我自己撒 等一下還有撒粉的機會了喔 是不是老師 然後我們就用手 把那些麵粉 對 然後捏成團之後要幹嘛呢 我們要稍微用保鮮膜把它蓋起來 來我們要讓它鬆弛半個小時 老師我要壓到什麼程度 壓到它們都黏在一起 老師你知道我這個味道真的是 你是做這個是不是 我現在表面看起來特別正常 可是你只有我小 我在站抖的感覺 你下半身 我現在有點抖耶 我不是怎樣 好然後同學 我們成團之後呢 稍微用保鮮膜把它蓋起來 來 放起來 讓它睡一覺 對 讓它睡個半小時 我們待會再來 好 然後同學呢 我們的麵糰呢 它鬆弛了半個小時了 半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調色 然後一樣就是要準備一些手粉 就是防止它沾黏 然後這邊的話我先示範說 如果你們家沒有Bosch 這台萬用機的話 要怎麼辦 我們就是拿擀麵棍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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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啊 我們是用天然色粉 我們就直接把色粉先加到我們的麵糰上 把色粉放在上面 然後把它對折 對折 然後拿出我們的擀麵棍 然後擀它 擀完之後幹嘛 再對折 就是重複這個動作 把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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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它黏手啊 就是用手粉 記得也是不能沾水喔 為了要讓它好感就沾水 這樣我們的水餃皮就會不Q彈 然後我請小Q老師幫我們示範用Bosch怎麼調 好 我們現在用那個Bosch 多功能廚師機 那它可以裝 火汁機 然後攪拌機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還可以做 揚脸機 欸我們這個很像什麼 就是人工跟機器的對決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就是看誰先染好 就是人工跟機器的對決 START 我的豆子都來了 你看它就像個變形金剛一樣 它組裝很簡單的 這樣就好了 它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 開這裡 然後就開始 壓麵 好 我們現在啊 打開我們的麵團 然後 它總共有8節的厚薄度 我們現在用我們的最寬的8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它稍微把它 攤開一下 欸你的手在站著 還好嗎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就是撒一些粉 這壓麵器真的是 蠻節省時間的啦 重點是 可以不用練成像手臂很粗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 打開我們的機器 輕輕鬆鬆 現在看著 你們好像頭點都冒汗了 然後壓起來以後 然後就把它 對折 你覺得它有一點黏手的時候 我們就撒一些 手粉 然後把它 一折 兩折 然後橫的 這個也是橫色 而且我們用這個壓麵肌啊 它還可以把裡面的氣泡啊 都把它擀得就是 非常的細緻 氣泡整個會被它推破 你可以看一下我現在越感啊 就是我的皮越細緻喔 來同學 我們調顏色的時候一樣喔 你可以把它攤開以後 然後把我們的食用色粉 天然色粉 然後把它 包在裡面 然後把它稍微壓一下 不然等一下會粉整個亂飛 然後把它再壓扁一下 好然後我們就繼續 然後對折 再繼續 好啊 現在就會越來越均勻 我們就重複這個動作 有點累 撐下去 我突然覺得我其實也沒有那麼想吃水晶 我覺得我直接吃肉餡其實也不是不行 老師你下次要不要出一個造型肉餡 就是出一個肉丸 不知道什麼好像還不錯 造型肉餡肉丸之類的 可以嗎老師 好像還不錯 突然覺得 造型肉丸 就是吃喝喉啊 對啊 你覺得它 在桿的時候 有一點紋路 就是很明顯的話 就是可能粉加的不夠多 我們就是再加一點 防沾黏 套取廚師機讓你毫不費力 很突然 很突然 太突然 然後這裡沒有這個的話 也可以去準備那個 手 自己手轉的那種壓面機 因為通常用手感 沒辦法說 把水餃皮擀到 比較薄的狀態 所以說我會建議你們 還是要買一個 就是壓面機這樣 如果買 沒有買BUSH的話 可以買壓面機喔 他們有電動的是更好嗎 對 好輕鬆 好輕鬆嘛 好同學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它的質地是 非常的平滑 然後滑順的 因為我們水餃皮啊 我們要皮薄餡多滋味好 剛剛是轉0.8公分 所以我們的皮不能太厚 所以我們感到就是 0.2的厚薄度 不要一次就到0.2 因為這樣子它會突然 就是太細 它的麵糰比較胖的話 會進不去 所以它等一下會開始 就一直把它夾斷 所以記得我們在用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是0.8公分嘛 可以先慢慢慢慢的 就可能用到0.6公分 然後0.6公分用完以後 再用0.4公分 0.3公分 或0.4公分 然後最後就是 0.2公分的厚薄度 最後 好好笑 就去抹 抱歉 我都用到 有沒有 有沒有 很像一塊布喔 好囉 還有0.2公分喔 好囉 還有0.2公分喔 好囉 好囉 然後我們的配件啊 配件的部分啊 也會趕幾塊就是 恭喜發財 因為有一些呢 我們是要用蓋的 然後來做造型 所以說我們也會用壓面劑 然後把它趕薄 來我來寫字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還要先跟同學講一下 就是 同學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 不要騙 我們現在到了 沒遲到 沒遲到 好突然 歡迎幫我們按讚 點閱 跟人家分享喔 追蹤囉 然後我們繼續這個水餃 好 接下來我們準備這種 圈圈模 它有很多size 然後你們可以去取決說 你要用多大的 然後我今天準備的這個 圈圈模啊 剛好是配我們這種 你要水餃的模具 我打小 請問這個是 這是...腳牙膜嗎? 不是啦! 有種腳牙膜嗎? 不是! 啊!薯來薄啊! 然後就拿這個圈圈膜 然後我們就是用這個圓圈膜 然後我們去蓋水餃皮 這樣 然後記得一定要上多一點粉 以免它們疊在一起的時候還黏在一起喔 我們其他的顏色也要把它包水餃皮的厚薄度 0.2 就是一人一片 等一下讓你們做造型用的啊 啊記得你們這些沒有人要用啊 記得要找個碗啊 或者是保鮮膜把它蓋起來 啊你記得你們如果重疊啊 手粉要加多一點喔 不然的話它們會黏在一起 我們把皮全部都做完了 對!我們皮用好了 先跟同學說一下 嗯! 我們的 角肉 水餃角肉非常好吃喔 然後請看我們的另外一個影片製作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教你們怎麼用 我們先把我們的水餃皮 放到我們的模具上 然後中間是不是有個洞 是讓我們放餡的 那我們就挖一些些 不要放太多喔 餡會爆出來 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手指啊 或者是你可以買這種筆刷 在外面 水餃的外面這裡刷上一圈 這樣 然後把它壓起來 然後如果角肉有點要衝出來有沒有 用手指頭稍微把它往內壓 壓起來 然後用力的壓一下 好壓好之後把它打開來 把它拿出來 好因為這樣子啊有點像Open醬 所以說我們會把它 把兩邊來幫我看一下 兩邊這裡 掐著 然後往下折 然後這裡啊沾點水把它黏起來 這樣壓一下 好可愛喔 這樣好像 很像陝西一眼 然後我們就拿剛剛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準備就是圈圈絨 然後我們就這樣蓋 這樣 然後可以用底的尾端把它出出來 好然後我們再做配件啊 這些啊 你配件只要用袍啊 我們放到我們水餃上 怎麼做黏著 記得準備可以使用的水 然後就直接沾水 然後就把我們鋪 配件給黏上去 然後再來一個藍色 然後一樣就是沾水做黏著 好 然後這些啊刀子啊什麼的 都是可以拿來用的 記得喔如果水餃瓶沒有用到 把它蓋起來 這樣比較不容易乾掉 好 好 好像五龍五絲啊這種應該是配件比較多啊 假如說 我們可以做其他 比較簡單一點的造型也ok喔 嗯 沒事的 慢慢來 慢慢攻出細波 然後像假如說你要用厚一點的啊 就是把它對摺 然後變血出去 拿水滴敲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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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記得所有的配件啊一定要沾水喔 水滴 我們的五龍五絲造型水餃長這個樣子 嗯你們可以做其他造型不一定要跟老師一樣喔 你們可以自由發揮就像我們的美感大師一樣喔 老師我剛剛空檔自己做了一支 老師你臉好乾淨我臉好髒喔 嗯因為記得要把那個手粉啊記得多撒一點才不會沾黏喔 欸你很像Elmo欸 我覺得我很像那個實境節目然後的那個主持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二號選手 二號選手做的這個是 我看一下他像什麼 他就是一個寶寶喔 他也蠻像天竹鼠車車的 喔喔他的嘴巴 對啊 好我們進廣告 好我們進廣告 因為開始這個 我現在開始打破一點 進廣告 水餃煮好了 現在我們中後三點先把 炸型水餃煮好了 煮好了 然後我跟你說 因為剛剛就是一撈上來大家都吃完了吃到這顆 吃吃你看 我們先吃一口我試吃我試吃 因為剛剛我們在裡面已經有吃了 皮保險都吃得好 有沒有有沒有 蟹料非常入味很好吃喔 接下來是美感大師的 水餃 金魚兒金魚兒 而且我們看喔 你比較像棒殼雞吧 你比較像棒殼雞吧 不是 你比較像棒殼寶寶 對啊 這很像美女欸 Cue吧 好美 它很像那高角度的頭髮你看 你看他的頭髮 有沒有 為什麼我長那麼高啊 半瓶三大 我捨不得吃艾莉瑋 艾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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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因為餡料真的很好吃 也要趕快看我們 好上一部影片喔 沒有錯 那會喜歡我們美麵 歡迎按讚點閱就要分享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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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新年快樂囉 恭喜她 共同期新大日